好另外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網路上的網友在問的 兩位網路人氣指數都很高 幫他們回答一下 這網友說他很猶豫 120萬的閒錢 應該要買台積電還是買合一呢 選台積電幫我們按圈好不好 選合一 現在合一這麼多跟跌停板 會不會剛好是個經常鞋墊 我還沒回答 那合一是差 全部都選圈 合一是差 合一啊 合一是什麼東西我搞不清楚 你們是選台積電還是合一 台積電 好網友的分析是說 這個一個是玩咖 一個是女朋友 意思是台積電是女朋友 合一是玩咖 好都選台積電 我們就來看一下台積電 這個重量級法說會 簡單來說重點就是 六個字業績好到爆炸 這麼好 第二季毛利率53% 創新高 營業率42% 稅後的存益年增81% 第二季營收年增34% 每股賺9.17元 EPS跟這個存益雙寫新高 那麼大家最擔心的 這個華為問題也解決了 這個沒有列進去 但還是營收可以成長兩層 所以這個時間點 再幫大家問一下 可以進場買台積電嗎 可以 可以 你是問他 上次我來的時候 你問我們 我上次我上你節目 你也問同樣題目 對 台積電那時候多少錢 310幾 對不對 你記得我按了幾次 你從頭到尾都在按台積電 慢慢 我按了三次對不對 所以就到了360了 我再按三次 再按三個 哇 沒有沒有 不能亂報 郵差總按兩次零 那我們不是郵差 所以要按三次零 這個 你怎麼不太好啦 為什麼不太好 郵差這 進去跟女主人 有一些 曖昧的事情 是誰 有這種是吧 是這樣嗎 是啊 老師學電影的 最近這種情節還有嗎 現在遇到郵差的機會 應該不多吧 對對對 基本上是郵差總會有機會來 所以我這次還是按3次零 還是按3次零 可惜的一點 對 上次應該按四次 這次應該按三次才對 OK 因為現在本土投信了 最高的價 我看到是450多塊 外資含到500元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現場 其實有一位含更高 當時說合理價翻倍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300多 翻倍是六字頭 但是我有前提嘛 對 那今天看到數字 那時候還沒有法說 看到之後呢 沒有沒有 你要再修正嗎 沒有沒有 調高嗎 沒有修正 基本上我們上次講 大家 因為大家對目標價 經常有搞不清楚 到底是一年還是多少 我的翻倍是 7532奈米走完 而且量產 一到兩年 是這個歷程 摩爾定律走完 不是一年 但一年大家可能就很會失望 不過跑得比我們預期的都快 上次上你的節目 好像是2018東升 我說10年翻一杯 你像洩樂器的啤酒 你看那時候200億 現在已經快接近 我想10年要好久 結果沒有那麼久 對 結果你看 因為我要保守一點 我就是說10年 結果你看不到5年 現在已經快翻倍了 你看 但是大家的心情是 現在又買 好像又買貴了 沒有 我剛才講 你把眼光放成 台積電現在是歷史上 幾乎領先 泰斯最明顯的一次 28奈米國 其他都領先 都是好像領先亞軍 就插一個肩膀 這次感覺一個身體 而且歷史沒有達高點 然後是他歷史領先 最明顯的一次 所以我認為他來講 從7奈米 5321走完 我認為 上次講的那個價錢是合理 但不是明天 各位不是明天 也不是明年 這個你要輕鬆一點 讓好的一流企業 你下班的時候 台積電4萬多個員工 搞不好還燈火通明 你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我認識的工程 是台積電都在爆竿 對啊 感謝你們的爆竿 所以基本上 靠股票來參與 你們的生活就好了 好問一下這個 石老師 那你怎麼看台積電 因為你倡導的那八字密碼 0050裡面就是有台積電 對 那是不是直接投資台積電就好 我先講 為什麼說支持 現在還可以買台積電 我的理由非常簡單 現在大概 我就算400塊好了 台積電只要能夠 配4塊錢股息 他的股息值利率 就打敗定存利率 一趴嘛 台積電當只發4塊的時候 台灣股市大概沒有股票 可以沒有公司 可以發股息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你可以適時的 Maybe 小智南你就用零股吧 不像我們邱老師資金龐大 你就零股慢慢的參與台積電 但是0050跟台積電相比 我還是買0050 為什麼 任何個股都有突發的利空 但是0050這50支股票 不可能同一天出現利空 它是風險完全分散 所以就安心投資的久度 0050還是比台積電好 但是你不能跟我說 台積電漲得比0050兇啊 但是你只想獲利 沒有想風險的事情 這是我的態度 OK 所以你覺得台積電算是 目前算滿暗 已經算安全的投資 我覺得它要配4塊錢股息 簡直台灣股市大概已經崩得很慘了 看到這個數字之後 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 對 那更安心的投資就是0050 是 OK 現在來自成功的 好 這個超級賤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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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的 勝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